入手一款正点原子的智能热风枪 这期视频就把它拆解了 给大家看一看它的设计理念 用料质量以及生产工艺到底怎么样 这是主机风枪 电源模块 支架 这是风嘴 各种型号一共7个 通电开机加热 放在支架上 待机模式开机 停止加热 把风量调到8 温度调到300度 我们来拆一个芯片 老式的内存条 从这上面拆一个内存颗粒 焊油不能少 先涂上焊油 风速调到8 温度调到300度 这是内存条 上面的内存颗粒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存颗粒 再拆一个小芯片 芯片旁边的贴片 电容和电阻 接下来就拆解 一共4颗螺丝 无刷小窝扇 气流量120升每分钟 这是它的发热信 发热信采用两个卡扣连接 这样设计的后期维护很方便 在发热信的中间 也这个地方有一个温孔 然后在手柄这个位置 有一个干黄管 干黄管磁力感应开管 这干黄管紧贴着外壳 而这个小支架 它两侧是有墙磁的 干黄管的两个角 连在主板上面 配合墙磁 它相当是一个开管 风枪放上去 它就断开 停止加热 看一下主板 这是一个小业精品 这是主控芯片 来自七横CH57E 这是运送放大器8332 我觉得这个主板的做工 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然后再来看一下 它的电源模块 也是4颗螺丝 大家看啊 这个电源还是做得很好的 该有的元件和电路 这里面都有 电源从这里输入之后 凹险 压敏电阻 电感 电容 大绿布电容 电源管理芯片 开关变压器 快会输入 输出到绿布电容 绿布电感 然后从这里输出 给主板供电 这一路呢 220V交流电 通过这个可控硅 从这两根线输出 给风枪上面的 电热丝供电 也就是这个电源模块输出 分为两组 一组是12V的 直流主板芯片供电 一组是220V交流电 给发热丝供电 总体感觉不错 性价比很高 大家觉得呢